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网纳一姐说三国沙国战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两局游戏录像 是我前天,应该是前天刚打的新鲜出炉的录像 然后呢,这两排录像绝对是你们这个前所未有见到的最连贯的录像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两排录像都是我在一个房间打的 然后都是跟一群人打的 好,我们先看这个第一盘了 反正这两盘录像的这个节奏都还比较快 然后这里选项的话群雄豪华套餐啊 这里的话我觉得这个华托恐龙是可以选的 这个如果有蔡文姬的话 那这个群雄铁三角还是非常恶心似人的这么一个搭配 然后马腾的话这个是群雄的三合之一 然后非常的重要 这个贾许的话也算是一个核心吧 反正我觉得给的这些都还可以 你要是喜欢华托你选这个贾许华托归先人也是不错的 反正我觉得怎么看这些将都还挺厉害的 就看亲情选吧 最终还是最终在一定的纠结中 我当时这么纠结的 三在一定纠结中选择了这个贾许马腾 因为就是还是觉得这个恐龙华托这样的将 就是太肉了 就太慢了 就觉得玩起来没有那么爽 最终还是选择了这个比较暴力的这个 马腾夹许 就希望能够就是一波爆发 然后打出优势来 然后这里的话 咱们出生在六号位 手上有一个知己知彼还是不错的 这个为国习惯性首量 这个有改判的读条啊 场上应该是有这个张角或者司马 这没有改没有改的应该是张角吧 或者就是一个种树的司马什么的 就常规去怼这个下架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去顺一下也行吧 结果这里杀出来一个角哥 不过这个角哥 还好吧 这个角哥已经算众多角哥里面 很不容易一个上来就能摸到闪的 这个真鸡起了四张闪 就问角哥你羡不羡慕 角哥也是被这个真鸡打得没有脾气啊 摸了牌也没有乱动 然后这个我们上家也没有乱动 咱们这个牌真的是很有毒啊 就看了一眼发现 我的天哪居然又是一个为国 然后这里我就把连弩弃了 我觉得我是没有什么用连弩的能力 对当时是那么想的 但是这个人突然对我产生兴趣 因为他觉得我扔连弩 那我就不太好说了 你这个7号到底什么怎么想的 我觉得就不太好说 我当时扔连弩去没有想到 就是说用这个马腾的这一波爆 还有就是用这个减一把马术 然后去爆发什么的 然后这里就有人怼我 那这个怼我的这大概率就是卫国 你不是卫国你怼我干啥 就没必要怼我呀 这是局势又不明的 这个7号兵我是因为他就不知道我是谁 然后这个人 这个人明显就不是群星 对这个人咱们看过了 不好意思 这讲人讲迷糊了 但是在别人的视角里边 他肯定不是群星 就没有人去 非要去搞这个张角 不过这个张角刚才雷击 好像又给失效了 不过真的 我觉得他已经运气蛮好的了 起码他又摸到了一张闪 或者说他一上来就刷了四张闪 结果这个人就果然不出意料 就是个卫国 然后那这样的话 在咱们的视角来看的话 场上应该是有三个卫国了 然后这个人 不知道为什么兵咱们这个人不是卫国 这国家打一个问号是什么意思 就觉得他应该去把这个张角 直接剁了是吗 那都行吧 看他怎么想办 这个张角这个选择两元少 也是出来阴姿一搏 多摸点牌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五号 五号不出来 五号不出来呢 他应该不是群雄吧 我觉得他装 他感觉他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反正 反正这里 这里我就选择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就是场上既然有三个卫国 我就打算出来抗一波卫国 对 但是当时没有想到 就是说放这个七号出来打工 因为反正他已经被针机打成那样 我觉得他也活不了的吧 反正如果我要开大的话 他应该是活不了的 然后这里 这里国家也是直接剁掉 结果就是一个大月亮 手上两张锦囊 然后就这样死了 这个人 这个人 怎么说这个人没有来杀我 我觉得他不太像魏国 说实话 对 他杀张角 因为我刚才已经开过一波仪代劳了 我开宜代劳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张角 他能刷到一些闪 然后黑桃之类的 然后这里的话 就是火攻的话 本来我想是 如果这个张角去批这个二号 那我就赶紧就是把这个 就是用火攻去打这个二号 他批谁 我用火攻打谁 就是反正这 明面上的这三个魏国 就是一定要定点打击死一个的 我觉得 因为有完杀 然后有雷击 然后我等会儿再去杀这个张角一刀的话 就是两刀完杀雷 然后再加上这个火攻的这个强制性输出 然后再加上这个 我不是还有那张勒布斯鼠吗 就是场上应该是没有无邪可击了 然后这张勒布斯鼠呢 就贴到这个 比如说这个郭家脸上 然后呢 有这个张角给他强制性控勒 就是理论之来讲的话 这一波输出打完之后 应该算是对群雄的一个 还优势 就是偏优势一点的局 就是魏国应该会元气大伤的 结果这里这个真鸡的这个牌屏 就非常的好 就让人很难受 然后 然后这里的话就想 就是再开一次以代劳 然后让张角呢 多找找闪跟黑桃之类的 对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一刀就杀了这个张角 结果这个张角呢 结果这个张角这里 我当时看到他用他的那个黑色的牌 然后去改那张桃子 就是不是黑桃牌 去改那张桃子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的 怎么说 就感觉特别的 特别的亏 然后我看那个什么 我看他那个 我们看一下他一代劳 都扔了些什么东西 4号被一代劳 扔了两张牌 黑桃牌的铁锁连环 他给扔了 我当时 当时看到他扔那个黑桃 那个铁锁连环 那时候我就知道 这家伙不会手上留了一些桃酒之类的吧 我就特别害怕 然后结果他刚才 用那张酒去换那张桃的时候 我已经能大概预料到要玩 但是没有办法 然后我就把这个国家乐住 我觉得两刀 玩沙雷下去 真击必死啊 但是这样的话 那就 结果这里 这个鸿桃出来之后 张桃竟然没有改判的牌 我现在有理由怀疑 两张一代劳刷出来 他肯定手上全留了些什么桃子之类的东西 我那个时候就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对 我觉得这个张脚玩的实在是 完全没有明白我这个开团的意义 完全没有明白这个 有玩沙 有雷击 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我当时就 怕了 这个什么 这个国家当时天渡这张乐不思数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个 大势已经无法挽回了 结果这个大月亮还没走啊 还在这看 反正我个人觉得这个 我这一波 我这波输出打的还是可以 因为场上已经有三个卫国了 然后不知道还有没有 这就是一号跟五号 可不可能是卫国 虽然这个五号长得不太像卫国 但是还是有这么一丢丢可能的 就是我觉得 提前压制他们三个人一波 是一件很那个什么的事情 结果这里这个张脚就是 比较贪生怕死 你看他手上有什么 无邪可击啊 桃子啊之类的东西 如果他刚才没有把那张黑桃牌换走 我刷他一下 他批到这个针机的话 然后他手上收两张牌 然后我在乐主国家 他起码得有牌改吧 这个人 这个人还在这里种树 但这个人是那个什么 这个人是那个乱舞的时候掉的血 所以也不太清楚知道 怎么回事 然后这个 这张疗是明显是没有那个什么 张疗明显是没有杀 这国家打什么点在点 然后这个针机 反正这个局到这个地步已经是 没有什么回天转日的能力了 结果这里 出人一道不过 这一号还是个卫国 在这刚才哪是种树 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二号也是卫国 1922明显的卫国一直没有大路 行可以 没问题 这里还有更惊喜的呢 这里更惊喜的 就是这个上家居然还是个野人 不是 那我觉得这个李典打得很有意思了 那这个李典当时 我开乱舞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去刷张角呢 就觉得我能杀死 就是他能杀死张角还是咋回事 就很奇怪了 这里我们加快一点速度看啊 这里我就 因为因为不能说牌 所以我又不能跟那个谁 我又不能跟张角说 你这个P谁 然后你手上留什么牌 我又不能跟他说 然后那个什么 就没有办法 只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这局游戏呢 是不是 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啊 我竟然真的这个 如我第一次做视频的时候 说的那样 我真的做了一盘 我自己失败的路下 所以你们刚才看的时候 不用考虑我如何翻啊 这个翻不了的 我这个该该用的技能 都已经用过了 这个是肯定翻不了的 然后呢 就非常有意思一点就来了 刚才我不是玩那个什么吗 不是玩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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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虚马腾 然后碰到一个 就是这个什么 这个 特别贪生怕死的张角 给自己留头的张角嘛 然后这一盘就很有意思 就是 那盘游戏刚结束 我不是投降了吗 然后我就继续 跟这个房间的人 继续在这玩 然后 然后我就拿到了 这样一个选将 就 周瑜周泰 这个 这个组合非常强 它单体能力 单挑能力 等等一系列能力 我觉得都还 非常非常的强 然后呢 这个 二周组合 我还是很喜欢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 张角和太后 因为 因为当时 我是被那个什么 被上一局的 我的那个 张角队友 坑了一把 于是我很不服 我准备自己玩张角 因为我发现 上一局的张角 就在这 就在这待着呢 39集 这个叫淮安 杨瑞志这个人 就还在这待着 我又想 那这局 我玩张角 我想给他演示一遍 这个张角 是怎么个玩法 所以我就有一种 这个这个什么 毒气的心情 然后 我自己选了 这个张角和太后 反正和太后 我觉得还是 挺好玩的 就是有时候到参局 咱们出了那七号位 我一张闪都没刷到 但是我刷了两个桃子 我想了一下 这个什么 前期的话 还是狗活比较要紧 而且我不太打算 一上来就亮了 那种 就是只要有人没 别惹我就行 结果这个一号 翻出来一个东坑盟 看有没有人对他感兴趣 二号对他不感兴趣 那那那那那那 这东坑盟说非常有意思 要么别打我 要么打死我 好 这有个投铁的 投铁一号 飞吴 过来打这个吕盟了 人就真的是很投铁 然后这个 这个人没有去拆 那也看不出来 他是啥 结果这个人 这个睿智的这个人呢 上一局的这个张角 那他这一局 又是群雄 又是咱们队友 庞德 我不知道他怎么回事 他去杀这个什么 他去杀这个 他去杀这个二号 他杀二号 二号也没有判 这个八卦阵 然后这个人 这个人应该飞位 然后这个人去看了 这个二号 然后给这个人 贴了个乐不思数 就不知道看到什么了 是看到什么 可怕的人了吗 比如说黄银什么的 然后这里的话 我实在是不想 出来招惹谁 然后这里的牌的话 我觉得还是 刘黑桃比较好 因为咱没有闪 那就只能刘桃了 刘桃这个 保命啊什么的 对吧 前期你没有闪 那你不能死了呗 是不是 然后这里 这里这个什么 二号说了个什么 案错了 应该是 刚才是不是 弄了个什么 东西 结果这个 吕蒙非常好 就给这个二号 把这个乐不思数拆了 他可能是觉得 这个什么二号 结果他 结果他把二号的 这个八卦阵 也给人家拆了 然后这里二号 看他远不愿意出来 不愿意出来 不愿意出来 他去顺这个 那他就是吴国了 那他就是吴国了 这铁吴了 这不是吴国 还能是什么呢 这个人就不是吴国 然后这个人 这个三号 三号决斗 小霸王 孙伯福 他主将不是周泰 周泰在咱们这儿 也不是周瑜 周瑜在咱们这儿 不是周泰 不是周瑜 那是个什么 这个人 非常非常的暴力 直接去杀这个 吕蒙 结果这里 这个非常睿智的人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把华托亮出来 不是 你这里 你双亮有什么意义呢 他去给这个 他去给这个三号补牌 不是 我当时真的很奇怪 这难道这两人开黑吗 这个三号 他就只是表明了 他非吴的身份 你又不知道 他到底什么国家的 这两个吴国 明显打不死 这个三号 这个三号这么多地鞋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然后这里你看 这里刚才我那个一代 然后以及那个气牌 我就很明智地留了这个傻 因为我发现有傻了 我要桃子干什么 对吧 张角有傻就能活 桃子那都是浮云 结果这里 咱们的夏家 突然也是一个 这个贾许 这个剧情 跟上一次这个极其的相似 出来一个这个假许 然后这里咱们有杀不要杀 我就等这一首 就是等这一首 就是那个什么 这个 比如说有万念七发 之类的这样的牌 然后能让我出来 然后用这一道雷 直接劈死一个人 比较爽我觉得 这里 我的天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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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玩 这个玩沙嘴 还是非常厉害的 玩沙嘴 还是相当厉害的 这两个 无果 就这么死了 孙奔 太子 这个组合 我还说了 这个 孙奔太子 还是放四血匠 比较强一点 我个人觉得 然后这里你看 就直接劈到这个小胖 这不是很爽 对吧 你看这刀玩沙嘴 多爽 直接直接劈死 对吧 这爽的一劈 然后咱们刚才 还自己判了一张闪出来 这个 这个 这个家许给咱们 那个手摸了一下 我觉得也行吧 结果这 结果这里 弄死了一个 马老板 独裁 有点尴尬 那这里没劈死 那没有办法 咱们这一手红嘛 对吧 那还行 咱们摸到了 谁敢不从 摸到了这个 这个 这个一手红 这里应该读一口 这个话头的 我觉得 读一口话头 然后话头去 这个 九杀这个六号 刚才 当时可能是给 蒙 蒙 蒙圈了 然后这里的话 那就读这个谁呗 读着月镜呗 结果 诶 有点尴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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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有点迷 不过 不过 这都是 土狼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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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没有帷幕的 假雪是很好欺负 啊 去让他种个冰凉村断 这里的话 咱们就 在这个 群雄的这个 碾压之势之下 取得游戏的胜利 对 我觉得这一局 还是有一个关键 就是在于 我扔了两个桃子 就要那么多桃子 真的没有用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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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就真的是 你手上有闪 有黑桃啊 那 那真的就是王岛 你无论是你自己活 还是跟你的队友 开团战 还有就是 你一定要明白 你的队友呢 他这个 在 在进行某一些 操作的这个 含义 然后 今天的这个 录像就做到这里 我们 下期 再见 拜拜